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本赛季NBA的赛程马上要落入尾声 这意味着每支球队都是在家族玛丽进行冲刺 其中也是包括由于伤病影响而战绩一落千丈的未免冠军护人 在赛程尾端,他们迎来了戴维斯和詹姆斯的辅出 原本以为能够保持排名 但是球队的战绩没有好转,反而继续下落 虽然在此前成功止住连败 但是在今天对阵快传的比赛中 胡仁却再次遭遇了吃辱性失败 并且戴维斯还意外受伤 可以说这支胡仁未免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那么在这种种情形的影响下 胡仁是否要放弃本赛季呢 众所周知,在上赛季成功赌冠后 胡仁在休赛期选择主动出击 在交易市场上对阵容经营不强 分比引进施洛德、哈雷尔和小加索尔等球员 来填补球队的第三得分点和替补获利 而这些球员的加盟 也的确是给球队带来了更高的战斗力 使得赛季出的时候 胡仁能够稳固在西部前列 但是随着休息不足的影响 胡仁整体的状态都是出现了巨浮的下滑 其中 戴维斯和詹姆斯更是遭遇了伤病影响 可以说 双子星的受伤都是给球队蒙上了一层阴霾 虽然在赛季中期 引入了德拉蒙德进一步强化阵容实力 但是 在德拉蒙德的首战中 他也是遭遇了伤病困扰 在伤病困扰下 胡仁的战绩也是一路下跌 但是 在施罗德的带领下 也是稳固在了西部第五 直到戴维斯的辅出 胡仁的整体便是遭到了破坏 即使詹姆斯火线付出也是难以挽救 因此 球队迎来了一系列连败 险些跌入附加赛的行列 而在这种情况下 队内更衣室也是传出矛盾 破坏了整体氛围 詹姆斯也是伤情严重 无法完全付出 可以说 这只胡仁的未免道路十分艰难 毕竟 现在在戴维斯单核的带领下 球队后续还要面对各路强队的征途 这让他们很难保证气候赛的名额 而一旦陷入附加赛 那么又会加重球队的负担 而且 要知道 现在球队的更衣室也是出现了矛盾 阵容也没有完全磨合 不管是戴维斯 还是德拉蒙德都没有很好的融入团队 虽然戴维斯近期有复苏的迹象 但是在本赛季 进步明显的西部豪强面前 他一人显然是很难阻挡 而且 即使成功闯入气候赛 詹姆斯等人也迎来复苏 但是 在状态不佳和阵容磨合度不够的情况下 他们也很难走得更远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胡人似乎可以选择性 放弃本赛季的未免征途 让球员好好休整 来备战下赛季的征途 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 虽然本赛季的未免征途十分困难 并且不被人们所看好 但是球队认为 胡人并不会放弃本赛季的未免征途 因为一旦胡人真的选择 放弃本赛季的未免征途 那么对于球队和球员的影响 将会是十分巨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球哥先来说一下对球队的影响 由于胡人此前 为了寻求总冠军而孤住一致 这使得球队在未来数年时间里 都将因薪资问题 而很难给加盟的球员 提供高薪长约 虽然能够通过交易 来得到长约合同 但是 在现有的交易市场上 并没有那么多值得长约交易的球员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很难保证阵容的完整性 每个赛季都需要经营磨合 而且 每个赛季的阵容实力 也都会发生变化 可能单纯这么说并不明显 球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胡人下赛季薪资 由于在下赛季 詹姆斯和库兹马的 续约合同就将生效 其中 詹姆斯的薪资达到了 4118万 库兹马的 则是达到了1235万 再加上戴维斯的3536万 和波普的1304万 再加上如果哈雷尔没被交易 或者没有重新谈判 那么 他下赛季的薪资 也将至少达到1000万 仅是这5名球员 便是占据了球队将近1亿多的薪资 这还不算需要 虚约的施罗德 卡鲁索塔克的球员 其中 作为胡人队 中目前最具性价比的两位球员 卡鲁索和塔克 早就已经受到了 多支球队的青睐 其中 卡鲁索的市场估价 在平均每年800万 到1200万之间 而塔克虽然还很年轻 但是他的市场估价 也是来到了500万以上 甚至1000万的水准 可以说 仅完成这两名球员的续约 胡人的薪资 就将达到工资吗 再加上施罗德 至少2500万的合同 这意味着 一旦要续约这几名球员 那么下赛季 胡人的薪资加上奢侈税 就将达到2亿多美元 而这份支出 基本上没有几只球队 能够承担得起 而且 一旦本赛季没能夺冠 那么胡人肯定也不一定 愿意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去保持原有阵容 来追逐总冠军 当然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 由于本赛季引进马修斯时 胡人队被迫使用了双年条例 这也让他们下赛季 必须遵从硬攻资网的标准 这也就表明 胡人下赛季的阵容 一定会发生巨变 而且阵容实力 可能还会大不如现在 毕竟 在送走了大部分主力球员的情况下 球队实力肯定会出现下滑 同时 再加上张姆斯在下赛季 又将年长一岁 他的实力和身体 肯定也是会相应的出现下滑 即使他再怎么保持 年龄终归还是一道坎 而且 再加上现在 他也是开始遭受伤病影响 虽然影响并不大 但是 这也是在说明 他的身体出现了抗拒反应 不能在长时间的在场上竞争 而戴维斯 虽然还很年轻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并没有成长为超级巨星 空有一身实力 但是无法带领队友胜利 而且 再加上他的玻璃体质 让人很难保证 他能够完好的走过一个赛季 而且 在本赛季受伤病影响 付出状态来看 他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缓冲 这些无疑都是在给球队出一份难题 他们需要考虑双子星的健康问题 和实力问题 而显然 近两年便是最好的冲冠机会 因此 对于球队来说 不管本赛季有多艰难 他们都不愿意就此放弃 因为他们的夺冠周期 已经没多久了 毕竟 在薪资空间限制下 他们很难再组建出 配置完善的阵容 而且 在双子星的健康问题影响下 他们也很难确定 球员实力水准 而对于球员来说 詹姆斯的年龄 已经越来越高 这意味着 他的夺冠周期 也已经所剩不多 他肯定是希望 在生涯最后阶段 发挥出自己的所有余热 来夺冠 因此 这也就是为什么 詹姆斯愿意带伤出战 季后赛的原因 而对于戴维斯来说 他急需证明自己 一旦詹姆斯实力下滑 那么他单和带队 争冠的概率 就会变得更低 而对于本赛季 加盟的球员来说 他们肯定都是希望 本赛季能够争冠 才愿意来到胡人 而且 一旦争冠 他们便能够 抬高自身的身价 所以 他们肯定是不愿意 放弃本赛季的征途 因此 对于胡人来说 他们不会就此放弃 本赛季的征途 他们肯定也还是会 向着卫冕的道路冲刺 那么他们有机会 成功卫冕吗 球哥认为 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 历史上 也曾有过 卫冕冠军 从下半区出发 一路闯到最后 实现连贯的壮举 也因此留下了 不要低估一颗 总冠军的心 这样传世经典的语录 总的来说 虽然在短暂的 修赛期影响下 胡人也遭遇了 伤病的困扰 和更衣室的困扰 而且 本赛季西部 好想崛起下 胡人的未免征途 一片黑暗 但是在总冠军的目标下 球哥相信 胡人不会放弃本赛季 他们肯定会在 机后赛中 再次爆发出 属于未免冠军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